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礼拜二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尤其做多被套牢了 或是这一波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这个免费call 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现龙老师都会在节目当中 待会下节目亲自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昨天有位投资朋友是利用我们网络上面 有这个刻骨咨询的一个持股诊断的表格 问到了一档股票 太阳能股当中3576的新日光 这位是这个J先生 他是这两天 这个来问的 刚刚这个应该是最近才刚刚买 买在14块多 问问我的看法 那这部分我们先来谈一下 新日光当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算是国内太阳能电池的 这个国内的第一大厂 不过去年太阳能 整个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之后呢 EPS就算它是第一大厂 也一样难掏亏损局势 而且去年大亏了6块半 那今年第一季又继续亏了1块2 仍然是程序亏损的局面 那最近呢公布出来5月份营收 开始有点这个起色 比4月份回温不少 我言判6月份营收 应该还有继续向上的空间 不过到下半年之后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先提醒大家 那5月份6月份太阳能的景气 这个地方应该说 这个电池的一个需求 突然这个大幅度提高 是因为中国这边有一个 所谓的短购的一个电价 准备在6月30号之后 来做降价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了这个太阳能电池 来做这个发电 这个电是可以卖给政府的 那中国的一个政策是 现在鼓励你赶快去建太阳能厂 所以呢 就价格比较好一点给你 但是等到6月30号之后 价格就要往下调了 因此呢 造成说 这一两个月 很多本来有要做这个太阳能厂的 当然在这地方要盖 赶快盖 所以在6月30号之前 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抢建潮 那这两个月业绩 当然就会好起来 但是到6月30号之后呢 小心就可能会有断崖式的一个下滑的走势出现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一下 那再来看到技术面的部分 那这波大盘指数 涨到这里已经在站上了万点了 很多人想说 哎呀这个大盘已经涨到很高了 那这种股票看起来很不错啊 左边一个底部 右边一个底部 这不就是大家常常讲的双重底吗 那我先提醒大家 当指数在创新高 它的股价现在连季线都还站不稳 季线是这一条 都还站不太稳 对不对 半年线更站不上去 半年线连碰都还没有碰到 半年线是这一条 所以说你会看到 指数在创新高涨到一万点了 连季线都站不稳 连半年线都上不去 这种股票看似在打底 实为落实股的一个补涨而已 那这种补涨不是说不能买 除非你就是做个短线 抢个短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波段来问我的话 我会认为说 这种结构上面 在波段上面 都还是属于浅荣物用的结构 如果手上有的话 刚买到优小赚不要谈多 如果是之前套牢的 我还是建议反弹 应该要站在卖方 这是给这位街先生 或是手中有太阳能的投资朋友 一点的操作建议 好 那回来继续谈 谈大盘指数的部分 那我想上个礼拜 有到我Facebook粉丝专页 这个看我的一个台股盘后报告 或是礼拜五的台股周报的投资朋友 一定又会说 哎呀 真的 县荣老师又说对了 县荣老师在上个礼拜 这是六月八号 在台股盘后报告当中 就已经跟大家做过叮咛 这个大盘过高 来到一万零两百多点之后 看似多头的时候 准备先拉回 先杀短多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这根时间波 指数从9622上来 已经涨了34天 面临转折 加上那一天指数涨 量却缩掉 无日均量下滑 再看到日线百战指标 高档顿化 60分线MACD 油红翻黑出现 所以我说 整个指数过高之后 会先拉回来 杀一个短多 才讲完而已 哎 礼拜五指数跌了26点 你觉得没有什么 礼拜一昨天 哇 因为美股的科技股重挫 昨天大跌了89点下去 对不对 是不是当你觉得多头 好像已经站稳的时候 又再拉回来 杀一次短多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大盘指数的部分 如果你能够 学会献荣老师 教大家的技术分析 从指标去抓转折 从筹码去看人心 从价量去看未来 你是真的能够把行情 每一个关键转折 大盘的下一步怎么走 都能够抓得好 都能够规划得清楚 那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投资朋友想学 献荣老师怎么样去规划大盘指数 为什么都能够去精准 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转折 投资 你可以在我基品操盘 团队的网站上面 会员专区里头 除了说献荣老师 每天分享给大家的分析日记 这个大盘的观点 个股的一个推荐之外 那包括我们操盘及技术分析 一整套的课程 包括技术分析的电子书 包括操盘及技术分析 七堂课的线上课程 里面都有在教大家 如何运用技术分析 从指标抓转折 从筹码去看人心 从价量去看懂股价的未来 那更教你怎么去掌握指数 这样子的关键转折 想学的都欢迎大家 到我的网站上面去看一看 那这个部分 当然在接下来的行情 又会何去何从呢 大盘在昨天下沙了89点之后 再来怎么去规划 如果想要进一步来看 我们的献荣老师 大盘下一步规划的 当然也欢迎大家 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个赞加入追踪之后 每天都可以看到献荣老师 最新的台股旁后报告 关于指数怎么去分享 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分析 分享给大家 有智慧手机的 也可以将献荣老师 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献荣老师的ID账号是 小老鼠 Y-O-U-R B-E-S-T-E-A-M UROPEX TEAM 加入之后 献荣老师有什么观点 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在这里 我只提醒大家 一点 昨天已经跟大家谈到过 今天再强调一次 那昨天的美国股市 是在一个重挫的一个状况 科技股 应该讲上礼拜五开始 到昨天 美国股市 科技股连跌两天 那台北股市 今天指数 目前反而是开平 收红上来 我再强调一次 目前指数 是在10132的位置 那未来这几天 如果台北股市 因为科技股的 美国科技股的重作 拉回来杀短多 美国股市 跌得这么重 我们都还能够守住在 10025 这个点位之上 那提醒大家 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 万点 你不要想说 就是高点 万点以后 会变成一个常态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由我技术分析当中 这个观点 那你就去想一想 其实去年下半年 当指数从 年初7600 涨到9000点的时候 很多人也都在 预设了一场 认为9000点 压力很大了吧 上不去了 结果呢 到了下半年 指数就站稳 在9000点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对不对 那现在涨到万点 很多人也就觉得 万点很高了 应该要跌了吧 等到大家 这地方 都还在看坏 你会不知不觉发现 指数又站稳了万点之上 而且又继续涨了 好长一段 那当下 你该怎么去操作 你要先去思考清楚 当然这个部分 大盘下一步 怎么去规划 我们在Facebook 粉丝专页的 台股盘后报告 再来跟大家谈得 清楚一点 那重点在盘中 我都是叮咛大家 其实那指数 能不能够站稳万点 我觉得 对你来讲 或许也不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这一波大盘指数 从去年7600 年初 还不到 这个海菜 只有在9000点 到现在涨到万点了 你都还没有赚到钱 那你说指数 能够站稳在万点 对你很重要吗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这里 对投资朋友来讲 或是如果想成为 炒板高手的投资人 想成为赢家的投资人 记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还是在这八个字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什么叫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我去强调 很多投股老师 在做股票 都教大家 很简单嘛 把股价 涨高高的 就把它卖掉 去买那个滴滴的股票 等着它再涨上去就好了 听起来好像很对啊 把涨多的股票卖掉 再去买那个 没有涨的股票 这样子 这个永远在低出高进 如果有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股市里头 没有人会赔钱了 绝对不是这样 你要去看懂 股价的高跟低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它在结构当中的 哪一个位置 那什么叫结构当中的 哪一个位置呢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我把股票的结构 分成四种 第一个叫潜荣物用 第二个见荣在田 第三个飞龙在田上去了 第四个抗龙游毁 那这里面你都要特别小心 尤其潜荣物用的股票 跟抗龙游毁的股票 它代表的是什么 龙代表有趋势 潜荣物用代表这趋势 仍然潜伏在地底 未见天日 它的产烈趋势 仍然持续在下滑 股价也处于弱势的阶段 那这种股票我都叮咛 你不要想说它低低的 就以为安全 就去摸底 就以为它底部完成了 贸然摸底的结果 你会发现 反弹补涨有时候有机会 但是你赚不多 然后呢 还没来得及活力如带 可能就开始又跌下去 又破底了 这种相对弱势的股票 我反而提醒 有补涨有反弹 应该是要太弱则强换股操作的 那抗龙游毁的股票 事过犹不及 气力将近 股价已经到了头部 看似仍强 时尽末路 当时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出 所以股票为什么难 你会发现难就难在这里 有一些 看起来你以为低低的股票 很安全 你跑去买 结果呢 是浅荣乌用 买了 弹一下下 这地方没有跑 又继续讨劳在里面 越赔越多 你想说 那我不要去买低低的 我去买这个 已经大涨的股票 应该太弱则强了吧 可是呢 早就已经这个 抗龙游毁了 你还不知道 你还在追 到时候也是买在头部 也是讨劳在里面 那你说到底该怎么买呢 各位投资朋友 所以我说 为什么你需要 能够这地方成为操盘高手 一定要看懂股价 它是不是处在 这两个结构 要去避开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在这个月而已 这个6月3号 还记得上个礼拜 也为张小姐来电咨询 问我1319的东洋的看法 那我还特别提醒 当时这个张小姐 原本套在62块 有点想要去加码 觉得好像这股价 好像抵不出来 那我说这地方 你要去小心 汽车零组件 虽然说车用电子正行 但整体的车市 尤其欧洲 美国跟中国 销售都在下滑 那中国4月份销售 新车销售 还下滑 创下近两年的最大降幅 所以说你不要 因为车用电子行 就以为所有汽车零组件 都会好 这一点特别提醒大家 像东洋 它的业绩 我就说过 是在下滑的 那技术面更提醒大家 这里 看似敌基奇 实为弱势骨 很多人想说 这不是要打底吗 这不叫打底 这叫做潜龙物用 反弹 要找卖点的 对不对 那那时候我说 谈上来差不多了 该卖了 为什么要卖 来各位投资 看一看 上个礼拜 才跟大家谈而已 1319是东洋 这里把它打出来 看到 上个礼拜 才跟他讲说 谈起来是要找卖点的 结果才讲没几天 又从56块 跌到现在 又快要往下 在这个地方 往下坡底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 不是股价低低的就好 你要去看懂它的结构 那不止东洋是这样 再来看到 这个举个例子 上个月 有位黄小姐来电咨询 问到3024的一个益生 那益生当时的股价 这应该强势股了吧 再涨吧 对不对 那我说第一个 它这个本业的一个部分 这地方 这个看到 1到4月营收 9.57亿 衰退了35% 那虽然说 有一些业外收入 这个在做一个 贡献它的获利 但本业还是持续在亏损 业绩也还在衰退 重点是技术面 看起来 公布年报之前 已经大涨一波了 那这些公布年报之后 已经这地方 有大幅在出货 而且K线形态 包量 乌银照顶 我说也有转弱的讯号出现 所以结构上面叫什么 抗荣有悔 居高思维 对不对 那结果你看到 益生当时的股价在多少 还有10块多 可以跑 那没跑的话 这个月 指数是涨到万点了 在这里高档盘旋 益生的股价 那时候10块多不跑 现在股价 跌到现在升价 八块钱 对不对 所以再度证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那这个地方你会看到 大盘虽然占上了万点 很多人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买错了弱势股 报错了弱势股 你可能不知道 那买错弱势股 指数就算上 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更证明了 那县荣老师教大家的操盘 及技术分析 包括县荣老师 也是用这些技术分析 再帮大家来这个 做持股诊断 是真的能够去看懂 股价的结构 预先找到 那个股价会下跌的股票 在抗龙有悔 或是潜龙勿用 反弹的时候呢 在这里去教大家 要小心了 当然如果这个阶段 投资朋友 你还是不晓得 你手上股票 到底在结构当中 哪个位置 会不会像益生这样子 来股价这地方 看起来还很强 结果就一路的往下跌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这个 免费Coin专线 0800-787-588 Coin进来之后 让现龙老师 能够去帮助得到你 让现龙老师 能够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到 就我所学的 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好 那接下来才能够去帮助你 做好真正的 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所以说所谓的结构 我去强调 潜龙勿用的股票 要换就是要换 抗龙有悔的股票 更该小心要跑 换到我所说 见龙在天的股票 等着它飞龙在天上去 这样才能够真正赚到大钱 好 那举个例子 就像年初的时候 朱小姐那时候 也是来电咨询 问到宏达店 那时候还在八十几块 我说这个结构上面 就是标准到 这个看似答体 实为弱实的潜龙勿用的股票 反弹是要站在卖方 不要想说 这叫底部就可以买 那结果呢 朱小姐 幸好有来电咨询 幸好现龙老师有提醒她 不然这一波 今年大盘指数 你看到 从年初在哪里 在这地方 九千点附近 涨到现在一万点了 宏达店呢 年初在哪里 还在这个 不要说九十几块 八十几块还可以跑 到现在七十块 指数涨了一千点 对不对 朱小姐当时有来电咨询 避开了这个宏达店 继续赔钱的风险 那可是呢 跟着现龙老师 后来来操作 包括一月份 当时我们推荐大家 这个兼具有物联网 跟汽车零主线商机 4912的联德 对不对 当时跟大家谈到 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现了 这是写给会员的分析日记 里头就跟大家来介绍 为什么联德我看好 技术面看到什么讯号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让朱小姐跟着我们的 86块买进 后来 大赚了一波 对不对 赚完四成 再来锁定2月9号 推荐大家什么 Tesla受惠指标股 4739的康普 技术面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了 对不对 结果后来的康普 又从46块多 开始发动公司上去 一波 涨到上个礼拜 最高75块6 我就说就不要再追了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已经 大赚超过五成了 所以你会看到 赚不赚钱 其实跟指数上不上万点 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因为你爆错了弱势股 还不找到换股操作 太弱则强 你就可能越抛越深 可是如果你能够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做到这一步 哇 你把宏达电 像朱小姐换到连德 再换到康普 这样子操作下来 现在不就是荷包满满了吗 对不对 当然怎么去找到像康普 找到像连德 或者之前台药 这样的一个股票 方法你一定要去学会 这一点我提醒大家 当然更重要的 五月营收现在已经公布 又有谁 启动了成长动能 而且大呼在进货 转强讯号的股票 我提醒大家 最近我们已经在锁定布局 下一支的台药 下一支的康普 或是之前类比科 那太多股票了 你会看到一档结一档 万点之后 又有什么新黑马 提醒大家 明天线上演讲会 就要正式的开播 如果投资泡 错过了之前的台药康普 也想把我台股 沾上万点之后的新黑马的话 务必 这个地方先来预约报名这场 六月份的线上演讲 广告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避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野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主顾 先凭超反应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尊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02 27810909 02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那在昨天跟大家谈到 如果这波台北股市 因为美国科技股的一个重挫的利空 冲击下来 过高之后拉回杀短多 杀下来指数都还能够守在10025之上 提醒大家哦 以后台北股市站上万点 将变成一个常态 好 那你会想说 哎呀 县荣老师大概是死多头的头雾老师 才会跟大家讲 这个股市万点了 还要再继续买股票 我还是强调 县荣老师绝对不是一个死多头 县荣老师为什么敢这么说 我还是强调 保护会员朋友 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而帮助会员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征跟责任 那怎么去保护会员呢 当然除了买股票 我都会先预设停损之外 当行情真的不对的时候 开始出现高档转弱 准备要大幅度的中期回档的话 县荣老师也会带着会员朋友 空单来做出手 那你说 为什么这一波空单还不出手呢 因为时机未到嘛 上一次带大家建立空单 已经是两年前 台北股市来到10014高点的时候 我那时候为什么放空 不是因为单纯说看到指数万点就要空 而是已经看到大盘已经明显过热了 台积电也在回头了 预防大盘 这已经会有中期回档的风险 所以当时才在建立会员朋友 把握那个人生有几次万点可以空的机会 对不对 后来大盘真的从万点被我空下来 跌到十年线 跌到十年线的时候 到了去年1月份 我才告诉大家 消息面利空不断 美股也是在当时重挫的时候 我说技术面上来看 台股已经渡过了末节段 脱离了底部去 准备进入到什么 初升段 十年线附近 拼大的 所以在当时建立所有会员朋友 不要再空了 开始拼大的 全力做多 那时候才多七千多点 对不对 后来再来看到 指数涨上来了 涨到8840压回来 来到8500点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谈到 大盘已经结束了第二波的修正波 初升段完全掌握到 拉回来第二波整理结束之后 准备展开第三波的主升段 目标哪里 都定得很明确 9961到10425 到现在都还在继续涨 对不对 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10268了 是不是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我说满足点 虽然到 不代表趋势就要反转 就算拉回来第四波 也都还有第五波上涨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只是要强调 你会看到县荣老师的一个承诺 保护会员朋友 绝对是我操作第一要务 行情不好 空军也会起飞 巨当死多头 只是我提醒大家 现在大盘要反转了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台北股市虽然我上个礼拜有提醒 台股过高之后 会先拉回沙短多 但是不要忘了 波段震荡向上格局都没有改变 当看似空头的时候 又会再继续往上嘎空 这一点提醒大家 所以再度的叮咛 美国股市科技股在这里重挫 这个利空让台北股市刚好 原本就要拉回来杀短多 利空如果能够让这个短多 轻得更干 这个什么叫短多 自己就要去了解了 就是短线去追高筹码被轻出来 如果轻出来 都还能够守住在10025之上 再提醒大家一次 万点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台股的常态 那这时候当然只要大盘能够站稳万点之上 按照我们的选股SOP 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业绩真的会成长的公司 然后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股票 一档一档来操作 这自然就会有很不错的波段获利 来帮助会员 所以在接下来 我们仍然持续锁定在新能源车的商机 指纹辨识系统的商机 物联网的商机 里头业绩能够成长的好公司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 才会有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当然也要记得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买在那个建农载田时 就像我们当时的台肖 是不是就是因为物联网 带动它的一个大数据 带动它的业绩 创新高了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带着大家布局之后 大转无成 现在已经获利入带了 对不对 包括了我们的建准 不也是这样赚上来 我们的联德也是这样赚起来 我们的类比科 也是这样赚起来 那再来 自身科甚至还在继续转 那再来看到仪鼎 也还在继续转 看到康普 我们还持续看好 短线部位获利入带之后 压回来我们还要再找买点 接下来新黑马 我们也已经开始 要来做启动了 那如果说投资码 想把握的话 先提醒大家 明天线上演讲税 就要正式的来做开播 还没报名的投资码 待会就欢迎大家 先来报名六月份的 线上演讲会 好好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非切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立则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运达投资 接听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明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运达投资 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